小姐, 你別過來 娘, 你放過二哥和三哥吧 如果不是, 二哥只有自問 你想孩兒成為世子的願望 就誇為烏有 你快點把劍放下, 走過來 娘, 你不要再讓夏兒 只要兩人答應放過他們 夏兒願意答應聽你的話 不會再違背你的意思 娘, 我求求你…娘 我求求你, 放他們走 走 二哥三哥, 你們先走 讓我擋著你追兵 你們快走, 娘出來 你們就沒命了 快走 走 四弟 三弟, 怎麼了 是我害死大哥的 我要為大哥報仇 來, 安靜點 二哥, 我是罪有應得的 我害死大哥 你就害得三哥殺我吧 誰殺大哥 大哥應該心知肚明 現在不是兄弟傷殘的時候 金通大哥的死就這樣算了 四弟死命相救 大哥的死是與四弟無關的 如果我們再自身殘殺的話 進去就永無復興之旗 況且我們三兄弟 應該大家一條心 四弟, 今天一變 不知道甚麼時候再有機會見到你 以後你要好好侍奉軍服 治理國家 那大哥的九泉之下 都會死得明目 是 是齊一定會謹敬二哥的吩咐 四弟, 你要保重 二哥, 三哥 我一定會等你們回來 你們要保重 四弟 親弟, 走 我叫你派人去找四公子 為甚麼這麼久還沒有回來回覆 微臣已經派了人去 請君夫人內心等候 是呀, 四公子姬靈個人 應該沒事的 記住, 如果一找到四公子 馬上把他隔開 然後把鹽和松義殺死 拿他的手給回來見我 微臣一定把這件事辦好 請君夫人放心 臣兒參見娘 齊兒, 你沒事吧 臣兒讓娘擔心 實在是罪過 今天冒死舊兒哥三哥之事 爹兒甘願受一切的懲罰 算了 事情已經過去了, 別再提了 娘看見你平安回來 已經很開心了 娘, 爹兒有一個小小要求 希望你能夠答應 請娘, 你不要再派兵追殺 二哥和三哥 你別這麼傻了 你二哥和三哥 始終對你都是不懷好意 如果你不殺他 是會讓你自己留下禍根的 你誤解了二哥和三哥 他們對我很好, 他們不會對我不利的 你放過他們吧 娘這麼做也是為了你 你別再管這件事了 不行, 娘 娘… 你不准說 我已經決定了這麼做 如果你殺死二哥和三哥 孩兒一定不會做世智之威 請娘你三思 你竟敢跟我說這些話 我已經搖廁了你一次 你是不是想叛逆我 孩兒絕對不要叛逆娘之心 孩兒只不過不想做一個 不忠不義 受世人推罵的人 娘, 請娘你收回性命 孩兒今要受一切的懲罰 終身聽從娘的說話 梁大夫 在 召回派出去的軍隊 我們走得這麼遠 看把豬餅追不到我們 這次有師弟仗義相救 才得已脫險 二哥, 那我們去向如何 前路亡亡, 何去何從 對了, 三弟, 你的意向是如何 我不甘心就這樣被人逐出過 我打算去問人借救兵 然後殺進進港 清除奸臣連統 三弟, 你想向哪個國家借兵 秦國, 秦後曾答應我 我如果我有需要可以 三弟, 飛到哪個關頭 千萬不可以向秦國借兵 秦後有心稱霸中原 他答應過外海借兵補回晉國 爭奪世子之威 但要過洋五個城池給他 還要奉他為盟主 以後聽從秦國差遣 三弟, 我曾經跟你說過 飛到必要之事 千萬不可以向秦國借兵 如果這樣做的話 當然出賣進國 出賣進國的老百姓 何況現在我們有難當頭 如果有求於他的話 他更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你明白嗎? 二哥, 除了他們之外 我們還可以問誰借救兵 如果我等於賣國的話 始終飛上岔山地 二哥言之有理 那不如我過梁國一事 也好, 梁國雖然不及秦國 但是來行尊崇周天子 行周禮, 講人, 可以一事 那我就過梁國一事 二哥, 你又去向於我? 我打算不償, 此事就做打算 二公子, 難道你眼白白 看著進失鄰海奸人手中 你也不管 師弟為人言得 進國有他在, 都可以安心的 但是坤府勝路之下 我也要遲些再解釋吧 但是假如離敬胡作非為的話 我從一定當仁不讓 規洞三弟反回進國 但是復國之事 就加入三弟負責比較合同 而我, 盡力相助 二公子 二哥, 人國有志 我也不勉強你了 我向西行, 你向北走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可以在進國再次相見 三弟, 你身負重任 以後我不在你身邊 凡事自己好自為之 二哥, 今天一別 不知何事再相逢 你保重 保重 保重 為甚麼? 究竟為甚麼? 知爺兄, 甚麼事不心煩 請署趙馬無禮 請問公子 是不是已經放棄了 復興進國的念頭 公子, 你實在太忍心了 眼白白看著戴好進國 落在奸人手上 新生公子死得沉冤莫白 復興進國, 我比你更加關切了 我想為大哥尋過車馬 現在暫時終於是時候 其實公子你怕甚麼? 論文才才智出人 論兵力 我們雖然沒有百戰紅屍 可是有些總心耿耿的兄弟 到時候我們隨時照責 回國一聘, 未必輸 復興進失之念, 從已不敢忘記 以我們的力量 單憑趙將軍和毅將軍很難與奸妃一平 最重要的, 我不想引致兄弟相殘 如果離機不胡作非為的話 我就唯有忍辱輔助, 顧全大哥 可是假若他日離機作亂呢? 從已一定輕私討伐 這次你不想之旅 要打算沿途招攬人才 好, 莊大我軍, 但是最重要的 我擔心另一個問題 公子的意思是 齊猴身邊有管仲 而巡頭身邊有百里計 所以才有今天的伯業 而我身邊一個制裁都沒有 復興進隔, 談何容易 我們去找一個制裁 到時候甚麼事都解決了 我正有此意 那個制裁究竟是甚麼人 戒之推先生 可惜他自不在此 我求他無動於衷 算了, 凡師師父天意 無謂強求 戒之推? 趙將軍, 那個戒之推究竟是甚麼人 公子都可以束手無策 我都聽公子提過這個人 這個人很清高, 也很孝順 他雖然滿腹才華 但是不喜歡爭奪名利 他能夠為了母親而隱性賣名 所以公子就請不到戒先生附証了 最重要是知道這個人在哪兒 你們放心 萬事包我魏某身上 我都不喜歡爭奪名利 你想要真的嗎? 你真是知道 我見不nh 你怎麼不說話呢? 如果你是英雄好漢的 沒甚麼事就很隱瞞 你甚麼事不幫我們二公子 你說句話嘛 你走吧, 你不用說那麼多話 走? 我毅囚這輩子 甚麼事都難不倒我的 你要我走我就騙不走 我特地留在這裡 吵得你永無安寧 毅囚毅囚, 果然野蠻似顏 你…你說我野蠻? 我說你橫蠻無理就真的 你甚麼理由都不說 那就趕我走 好, 我就跟你說理由 這裡有枝羊有枝 你…如果你用手 劈得斷他的話, 我就跟你走 如果你劈不斷 我這輩子都不想見到你 說得沒那麼容易 大丈夫, 說我的話算了 你劈斷他才來跟我說 行… 好, 一定行 真是…劈不斷 你…你分明取口 既然劈不斷就走吧 不必在這裡多說 你…你這樣瀏覽我 這條柳枝這麼遠 怎麼能劈斷, 拿來講 拿來講的 這樣也算了, 你是… 我是用智慧 既然你做不到的, 請你走 好… 戒先生 我現在求你拜你了 我不怕告訴你 我們二公子沒了你 他就沒了復國的信心了 最後…最後受害的 又不是那些無辜的百姓 創騙之大, 我無能為了 戒…戒先生 你曾經說過, 如果你劈不斷的 就這一輩子都不見我 我希望你中你的樂業 好 我毅囚中樂業, 我說口齒 我不怕告訴你 我今天跟你抱著一起死 那來世可以見你, 求你了吧 走, 走, 走 走, 走 戒先生, 我得罪的地方, 請你見人 本來復國興邦, 立而有責 可惜我要侍奉娘, 恕難相在 先生效應, 重慾一早知道 既然得不到先生的幫助 但我也知道, 君子豈可得知目睹 再告辭, 去走 公子, 不如等雨停之後才上路 不如去拿些素菜出來, 知不知道你禮 大有路, 舉手之路不跌掛 大事幫不了公子 希望這些小事我也能夠做到 這場那個死人雨 下極也不停, 真是悶死人 大天, 希望明天會停了之後 我們可以繼續起床 對了, 二公子, 為甚麼你不去 睡服一下戒先生 無謂求人所難 二公子, 為甚麼我們不去求求他娘 戒先生最聽過娘的話 戒先生一心裡服事這娘 都拆了她們, 實際居然所欲 那倒是 難道做孝順仔更重要過進國的安危 蕊兄, 你明明 只欲養而親不做 恕若靜, 功不成 這個道理, 但是神很明白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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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松義公子的才華 進國稱霸, 必然有夢 現在當政者昏庸, 國家積弱 能夠保住半壁山寒 不讓楚秦入侵 已經是不幸中之大閑 神經病 我認識我無能為力 娘 霹兒, 這是你上路用的衣服 你跟二公子上路 去幫她重建進國 不行的, 娘 霞兒要侍奉娘 霞兒不能夠離開娘親你的 為娘知道你孝心 為了照顧娘親 你甘心這麼多年來 直直無名 但是為娘知道你胸懷大志 一直等待有機會 你一展抱負 二公子她人口愛民 這就是進國人民的希望 你去幫助二公子 我們母子雖然暫時分離 總好過進國衰落 這就有千萬人家永遠受苦 但是霞兒離開娘親你 那哪有人照顧你呢 娘自己可以照顧自己 你放心, 雖然我是捨不得你去 但是你去盡力而為 闖了一番工業回來 那為娘就很開心 霞兒一定會盡心盡力去做 不會讓娘親你失望 今天天氣這麼好, 我想我們可以上路 好 二公子, 我們究竟去哪兒 我們不償 當了解先生之後跟他道別 現在就起行 從二公子 解先生 發望 二公子 公子, 在下戒指推實在無德無能 得到公子你的錯愛和上色 實在是極感靈恨 公子你仁厚愛民 在下不顧淺薄 願意追隨二公子阻入 是 從而得教先生肯幫助的話 實在是我的福氣 但是伯母 公子你不必擔心 老身雖然年紀大 但是姓在身臟力竭 鄉村生活平淡 我自己可以照顧自己 推移她自事過高 如果有甚麼錯誤的 請公子你代為教父 伯母, 你太謙厚了 其實在下北朝有教先生重播協助 太人一定能為盡國子民 考點犬馬之力 那好了, 我們無謂說這麼多 快點起程 這裡來梁國有多久? 梁國, 至少八天才到達 你們幹甚麼? 三公子, 別來無養 就下客奉重侯之命 來自三公子去巡國 巡頭重記得我嗎? 巡頭知道三公子出了事 希望能夠做三公子一臂之力 那為甚麼我在爭取世子之為的時候 你們不依照成洛派兵相續 弄得我差點不命都沒有 這些全部都是誤會 巡頭有見於此 水銘就下來自三公子去巡國 商討重奪四子的決策 三公子, 事不如此 請 賢已經來了不少日子 寡人想接見他 主公, 未是時候 那你的意思甚麼時候才是時候 直到他心煩氣躁, 意志消沉的時候 你才好接見他 但是寡人遲早要出兵幫他重奪世子之為 這樣拖延他, 究竟有甚麼用意 人如畜生 沒餓過他不知道食物的可貴 鹽這個人野心很大 奧氣也很高 這麼快幫他, 會弄巧反絕 吃力不討好 而且進國現在也發生變化 進國國力不援 主公, 此時出兵, 未是時候 那你的意思 就是要令他受到孤立、漠視 意志消沉沒有西智信的時候 才出兵幫他 主公說得很對 我們要他知道西巡人的威嚴 沒有西巡, 他不可以反過 然後, 自然他就會忠心效命 百里先生果然高見 好, 拖人就照你的意思去做 我已經等了這麼多個時辰 為甚麼巡頭這麼久還沒出現呢 主公尚有要務在身 稍遲才能來到 請公子內心別動 有要事在身 難道我的事就不重要嗎 在下, 督下奉命閒事 不便待言 甚麼都不知道 究竟你的西巡人怎麼辦事 不知道 主公 二元公子, 來了很久了 二元公後多事 主公已經準備好醜在 款待公子, 請隨便 巡猴, 在下求見實在有要事相討 寡人也有些事想讓公子看看 請坐 示範 在下求見實在 集囊 母道 母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言公子, 寡人一向崇尚周恩 所以命人學了一些中原的武道 你覺得怎麼樣 好, 非常好 巡侯實德相胡 在下真是無心欣賞武道 希望巡侯盡快借兵助我回港 好, 在這個時候 談論這些大事似乎素興一點 來, 我們一起喝酒 欣賞武道, 請 一派為義, 武裂成義 二燕公子 二燕公子, 果然是你 聽說進國發生巨變 相信一渡過難關 多謝公主關心 在下總算保得住性命 此行為甚麼不見松兒公子呢 莫非他… 公主你不必擔心 現在他安然無恙 自從我們逃出江城之後 我就失去聯絡, 沒了他的重跡 松兒公子一向關懷手足 非危難之事 根本不會掉下自己的兄弟不顧 我看你不肯把事實相告 既然公主不信在下 為甚麼又要問我 我以為你經歷了這麼多變化 會稍為人情勢 看來, 我又看錯了 既然如此 我們也不必再談 在下先行告退 請便 請 公主, 你真的很想知道 二哥的終跡嗎 你終於肯說了嗎 我也很想說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會的終跡 可是我很清楚 記得我們之間的婚養 下郎 西巡裡面想想想想 也沒有一個好人 你這個恥肉終於一人配搏 好, 你不要緊 秦晴, 你不幫我不要緊 懷疑 為甚麼在六個爛的時候 你還要對我冷言冷卻 你只會關心重意 我自問對你一片忠誠 為甚麼會落得如此收場 懷疑 懷疑, 你這樣做如心何忍 公子,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懷疑, 你終於都沒有了 公子, 你幹甚麼 懷疑, 你答應我 你別離開我會輸 公子, 你別這樣 我一定會很懷疑, 你相信我 我一定會很懷疑, 你相信我 我一定會很懷疑, 你相信我 如果讓秦晴知道我和賤人的事 肯定會更加諸多祭招 好, 一不做, 二不休 公子 我敲了這綠肉給你送走的 平弟 是 是 我現在不是很想吃綠肉 你幫我下去撈些鯉魚上來 公子, 鯉魚天性寒涼 公子不宜多吃 不用管閒事, 我叫你去撈, 你去撈 是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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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聽到人叫救命 快去看看 快去救命 快去救命 你以後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已經有了三月身紀 如果再有意外, 就後果陷入 怎麼會這樣 你說吧, 到底是誰的 你說吧 如果你不說, 讓君父知道這件事 你一定會殺頭的 公主, 不要殺我 那你告訴我, 到底是誰的 是…嚴公子 是他 誰 公子 月盈, 你好好休息一下 我們會跟他說清楚 你放心吧 是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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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我, 我也難以明瞭 好 我對你這種人也無謂多言 不過我現在跟你說清楚 你以後敢再對你任何歪念 如果我最想殺了滅口的話 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你不要忘記自己有一些人離下 我想對付你, 不是這麼難的 你想殺我滅口 推遲婚約陣 人邪心歪, 死不悔改 我現在跟你說 你以後一定要好好對月盈 這件事我跟君父說 讓他成全你們兩個 君父不會怪你們 希望你自己有好自為之 自受不捕, 勢不為人 謝長君, 再多久才有不敵 大概往北走兩天 還要走兩天 對了, 二公子,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需要了, 繼續上路 好 小心 小心 寶二公尺 是 過了 過了,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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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黑衣人都跑掉了 二公子又和他們失散了, 怎麼樣? 快點回頭找吧 我們分頭爆炒, 別讓他走 快點回頭 你過來 我?原來是那個女賊 你過來, 再過來, 我就跳下去了 甚麼?跳下去? 好呀, 不用弄髒我的刀 跳吧, 跳吧 如果你不跳, 我就抓你回去做壓債夫人 趙將軍 趙將軍, 沒事吧 你這個賤人 差點跌趙將軍到懸崖那裡 我… 算了 你也是的 要不救這個賊婆子? 有個死吧 她死了, 誰告訴我們二公子的下落 我 你是甚麼人 中原人 你來這裡幹甚麼 行商 這裡荒謬地大, 廟無人跡 你來這裡行商 看你的樣子, 勢有陰謀 有甚麼事快點重招來 我既然說這麼多次也不相信 我無需再說 那倒是, 這種原人最擅長甜蜜蜜語 可是這裡沒用的 大公主, 怎麼處理他 看他的樣子長得這麼健碩 有氣有力, 殺了他更浪費 就讓他當奴隸吧 是, 大公主 你幹甚麼 你走呀, 我讓你走呀 讓你走呀, 現在就不動呀 還快上去斬柴, 想偷懶呀 快帶他上山斬柴 是, 大公主 對了, 二公主回來, 還沒見過 難道會不會有事 快點派人上去找他 是, 大公主 幹甚麼, 想偷懶呀 今天不給你吃飯了 大公主, 來, 大家去睡一會兒, 吃點豬果 吃點 幹甚麼 不敢吃嗎?怕我毒死你 大公主, 有本事就不好吃 你一生一世都要做我奴隸的了 我又看你熬得多久 我要帶他下山滑凌坑呀 你們繼續在這裡斬柴呀 知道了, 大公主 慢著, 帶一堆柴下山 給我加一條鎖鏈 你喜歡吃氣嗎? 你喜歡吃的樣貌嗎? 我要把很有錢吃 來吃天氣嗎? 你喜歡吃, 我用點抹下山梯嗎? 妳喜歡吃錢嗎? 你們很多地方 她的確是甜點 好嗎? 等一下, 其實她說 有一點點吃 你吃了我 你吃了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怎麼樣, 姑娘, 累嗎? 不夠快 怎麼樣? 是北方向見過幾次走路的 要不需要我幫你上來? 不用你這麼好心, 我自己上不來 有什麼好事? 走快點 有什麼好事? 走快點 少女有蛇 走快點 姑娘 有什麼好事? 姑娘 姑娘, 你怎麼樣? 醒醒 姑娘, 你進去吧 醒醒 你進去吧 你進去吧 有什麼好事? 你進去吧 怎麼會這樣? 剛才被毒蛇咬傷了 我幫你吸了毒血出來 又敷了草藥 你休息一下就沒事了 我的腳… 應該沒事了 你不要碰我的腳 我全為救人, 並無不歸其道 有誰碰我的肌膚就為之不敬 你… 為救人而負上不敬之名 也是值得的 我們中原人禮二之邦 很多話都說禮法 但是為了救人而違反禮法 我覺得是值得的 但是我慢慢想不到 你北方的風俗還嚴重我們中原人事 但是我是一個有血性的人 我絕對不會結死不救 老公, 如果你認為我值得殺的話 你殺了我 我希望你不要把這件事趕出去 趙將軍, 他已經幾天沒吃東西了 還好, 省下點糧草 魏巢, 如果餓死他 我們怎麼找二公子 這也是 怎麼辦 讓我餵他吃點東西 魏巢, 我們來學生, 明天有甚麼東西吃 好 你想怎麼樣 吃了他 吃了他, 不然餓死你了 餓死也不關你的事 那又何必呢 吃了他 不吃 你先吃他, 不然餓死你了 不吃 你不吃就不吃, 怎麼這麼兇 誰叫你給我吃 誰叫你給我吃東西 我們只是想知道二公子在哪兒 你無謂作賤自己 如果我們是有心害你 你今天沒機會咬我這口 你別這麼傻了, 先吃它吧 不然放了你也沒來走 你別這麼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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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請等一等 姑娘, 無非是想救人 何必大動乾乾? 如果不用到武力 又怎麼能把妹妹救出來呢 我那些朋友挾持令妹 無非是想見我 假如你把我交出去的話 我那些朋友一定安全 把妹妹送回來 喜歡的人很狡猾, 信不過 人有很多種 不是每個都是壞人 你只要把我的信物拿給我的朋友 和平交換人字, 好嗎? 我們根本無以無法的姑娘 我們只是希望把這場誤會 以和平的方式去解決她 好, 我就信住你一次 不如我發現你是騙我的 我就馬上殺了你 好了, 二公子真的沒事了 明天黃昏, 你們去樹林交換人質 你們別想要出詭計 不然她死定了 他們到底是甚麼人